mimiimi 嗨 大家晚安 太空晚安 不想上班 晚安 我在說什麼 宴晚安 嗨,Name,Name,晚安 嗨,嗨,晚安,酒大,晚安 哈喽,土石集 HeeWee,晚安 WayJu,晚安 Fifi,晚安 嗨,嗨 瑞隆,晚安 Maybu,晚安 我剛剛 我剛剛 練習完回家 其實是 其實是 其實是可以 起早 應該說我其實有在 10點以前到家 其實我是可以準時開播 可是因為我今天就是一定要發 吻 我直播完就沒有時間了 因為今天 之前沒有練習 所以才拍10點 所以我剛剛 我剛剛 選照片選 好猶豫 因為都好喜歡 然後最後就都發了 對 所以就 比較晚開 對 選照片選了快 20分鐘 哈囉熊熊晚安 晚安 晚安 廁選完 謝伯承的賀魯斯之夢 有沒有人看到我剛剛發的文 然後才想起 我今天是10點開播 找我玩 因為 我其實往年都是 耶誕城 剛開城的時候 就會去 但今年就 可能 就比較忙 對 也比較少出去玩 對我今年 今年的話 下半年吧 已經幾乎是很少 很少出去玩了 但是這樣子也省錢 因為出去玩的話 外食啊 吃飯什麼都 比較貴 對 最近 都過得蠻充實的 對 所以照片 但我照片量還很充足 所以就慢慢發 慢慢發 但因為今年耶誕城 我是在 我是平安夜的時候 去那時候也是 蠻多人的 對 然後想說 再不發 再不發的話 就已經 過聖誕節了 所以最近 就在整理 因為真的拍了蠻多照片的 想說要趕快發 因為過年的話 回澳門 又有新的照片發 想說趕快趕快發 文發一發 之後還要繼續洗版 也太佳了 謝謝德瑞克的摩天輪 米酒木亭晚安 謝謝CK的溫說 李昌昌晚安 彭彭晚安 照片有日本偶像的感覺 我就是日本偶像啊 只是我們是在台灣 我們算是吧 我們還算是 我們還算是 挺有日本的感覺的吧 我真的 其實我說老實話 我真的覺得 Tim TP真的是 姐妹團裡面最 最有日本感的 就是可能因為文化的 關係 你 哈囉 笑格晚安 日系偶像 對是日系偶像 因為像其他的話 像M&L他們的風格 就很 很明顯 像他們就是 菲律賓人就很會唱歌 然後他們就是 什麼阿卡貝拉那些 就是跟 原本的AKB 都沒有嘗試過的表演 然後包括他們 跳舞的 舞風什麼 也都不太一樣 像JKT的話 他們都會喜歡那種 比較像是無趣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現在 各團都算是有 玩出自己的特色吧 嗯 就滿不一樣的 像我覺得 泰國的話也做的 應該說泰國是真的是 所有姐妹團裡面做的最 最好 最成功的吧 對 但是他們也是有 也是有一些 自己的原創曲 就是 包括他們的舞蹈動作 什麼的 然後就是 就看得出 每個國家的那個 文化差異嗎 就他們還是有把自己的一些 國家的 元素融合進去 我覺得這樣滿棒的 謝謝政委的加油呀 托尼晚安 好哥晚安 天生一點偶像臉 偶像臉 偶像臉是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欸 我是偶像臉嗎 倉鼠臉吧 偶像 我覺得這好像 怎麼說 嗯 長得很好看的人 他進演藝圈的機會 就比較大 對 但是 也是有長得很好看 但是 就 對演藝圈沒有興趣的人 也是有 但是我覺得日系偶像 又不太一樣 像我自己覺得 AKB完全就不是一個 看顏值的團體吧 就是 我自己也不覺得自己長很好看 現在算已經 怎麼講 現在已經比較會化妝一點了 不過我其實剛剛進團了 現在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到差很多 我進團的時候本來就會化妝了 只是沒有畫的現在那麼精緻 對 但我覺得 對啊如果以韓團的標準 我覺得我可能 就是我說單瓶臉啦 單瓶臉我可能都進不了欸 就 AKB就 不是很看臉的啊 比較是看 我覺得很看緣分欸 就是 你徵選的時候 你的評審是誰 你有沒有 那個演員 對 那越活越年輕 有嗎 有嗎 好像 差不多 也沒有越活越年輕 就是 是沒有明顯的變老 但是 但是 可能 可能有 我不知道欸 就是 因為變老這種東西 是慢慢的 不會突然一夜 一夜變老 對 反正我現在是蠻擔心自己 那個 膠原蛋白會流失 因為平常就很少吃 肉 所以我才說 我指定要吃媽媽的 豬腳 補充膠原蛋白 因為我從以前就很喜歡吃 雞皮啊 豬皮啊 豬腳 就是那些 QQ的東西 對 但是 豬皮 雞皮 我現在比較 雞皮的話 其實很難 我覺得丟掉很浪費 所以我還是會吃掉 可是 豬皮的話 以前是會直接去菜市場買那種 就是 滷味攤賣的那種 豬皮 50塊錢 超級多的 我超喜歡吃那個 可是因為我後來就是 健康檢查了 我發現我有一點點的 膽固醇 就是我這麼年輕 但是我的膽固醇有一點 就是你知道 有點危險 對 所以 我想 我想來想去 我覺得應該就是因為我很愛吃這些 QQ的東西 那些好像其實蠻飛的 對 所以我現在就比較少吃 對 我從以前就是 因為媽媽跟姐姐都不吃雞皮 就是他們不太敢吃那些皮 所以他們不要的皮都給 我說我從小就是你知道 攝取了三倍的膠原蛋白 所以才這樣吧 包括我剛剛發那一組照片 對 瘦的人要命結果膽固醇 對 我也覺得很奇怪 一般 一般膽固醇 就雖然說瘦的人也可能 會有膽固醇過高的問題 但是重點是我覺得我超級健康 就是我平常 我真的很少很少吃油炸的東西 然後我愛吃辣也不會每天吃 就是 一個禮拜可能 最多一兩次 或是有時候頻率更久一點 或是兩個禮拜 吃一次 就是我其實 我能夠吃很辣 但是不會到很長 對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而且我也規律運動啊 我們練舞每天練耶 然後 就算沒有練習的時候 我 我自己都會受不了去跑步 所以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我膽固醇到底為什麼高 對 我想來想去 我覺得只是可能 是因為我喜歡吃這些 你知道 所謂的膠原蛋白 找到臉圓的原因 找到臉圓的原因 我不知道耶 可是膠原蛋白也可以 都會在臉上嗎 也可以長在別的地方吧 我不知道 我剛剛就發了那一組 就是耶誕城拍照片 然後 我就看 我有張照片 就是我頭這樣子 因為它那個是 那個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 反正就是那個燈條 然後你就 我就這樣拉開看 然後我這樣 拉開 然後我就看那個照片 我的肉 我肉垂下來耶 然後我就把它稍微 推了一咪咪進去 修圖 修圖 因為那個肉真的不推 真的是看起來 就是你知道看起來 就是你會想要用手就是 接住感覺會 掉下去 但是我真的只有推超級一點點 因為我原本 我原本 就是想說 這是這塊肉 然後就把它這樣推進去 然後就突然想說 這誰啊 這誰啊 就 就不知道是誰耶 就 我不喜歡我那一坨肉 可是 可是你知道把它修 修圖 修進去之後 你說 誰好奇怪 所以我最後就只有 一點點 我真的修一點點而已 我是有保留那個 臉頰的弧度的 謝謝阿卡的豬豬鳥 我今天穿的是 Daisy的衣服 團體 肉垂下來才肥美 對就是那個肉 為什麼會垂下來 就是 而且我這把年紀的人 怎麼會有 怎麼還會有膠原蛋白 過剩呢 這個問題 謝謝Phoebe的啾啾牛 Mina還有在練習 嘟嘴運動嗎 我沒有 我偷懶 我覺得那個沒什麼用耶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啦 但看起來就很像 很像在唬爛 我不知道 上次 上次中午直播沒跟到的人 可以聽一下 反正就是 網路上對 就是 可能是英國研究說 但你看那個嘟嘴是要怎麼樣 那個嘟嘴是要 嘟10秒 然後再慢慢的把它吸進去 其實我覺得吸進去 到底要怎麼吸 他是說這樣子嘟10秒 然後 就是再把它 就是這樣 大概10秒 然後這樣來回 不知道幾次 然後就說這樣可以 緊緻你的臉 臉 對 但我自己是覺得 恩 我自己覺得喔 我覺得這樣用 反而會長皺紋吧 我覺得都騙人啊 因為 因為你臉你 對 你一直 很多表情的話 你這樣 這樣這邊會有 動到啊 然後 這個可能還好 但是我就覺得你 臉部表情越多 你不是越容易 產生細紋嗎 就像有些笑的話 就會有 魚尾紋什麼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樣子皺紋會變多吧 因為我自己平常其實 表情不是算很多的人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做的反而會反效果 不要亂試 抽菸嘴巴會有皺紋 真的嗎 這個我不知道耶 抽菸嘴巴會有皺紋嗎 我身邊沒有什麼人會抽菸 我不知道耶 哈嘍玉晚安 泰山晚安 夜玉珍的閃光星星 哦 說到這個 說到這個我 我之前有上網找了一個那個 單眼皮變雙眼皮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還比較有用 因為 因為 單眼皮啊 單眼皮跟雙眼皮的差距不就是 就是眼睛上多了一個什麼什麼 皺摺嗎 反正就是聽說你只要把眼睛這邊的那個 就是這邊弄得越鬆嘛 它就會 它就會 有摺痕 對 沒有我之前 我之前有上網找過這個方法 它是怎麼做的耶 就是讓你 雙眼皮的人 你可以變得更神 然後單眼皮有機會 變爽 然後它就是 它有很多方法 然後其中 我教大家一個 大家有想學嗎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真的有用 就是你手這樣子 按在你的眉毛 然後跟這下面這樣子 然後你就很用力的閉氣 這樣是不是很醜 我是不是很醜 反正就是 這不是英國研究 好像是那個 就是網路上的那種 美妝博主 網路上很多那種美妝博主 然後還有一些是教你美容保養什麼的 然後反正 它就是說 就是這樣子 你用力的閉氣 那你這邊就會拉扯到你的上眼皮 這樣 大概十秒 然後就這樣子 做幾組 做幾組 然後它還有很多種 但是 我忘記了 反正我自己覺得這個是 拉扯眼皮最有 感覺的 對 對 啊什麼啊 反正我覺得這個大概是裡面最有用 其他就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上網搜尋什麼 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不靠手術 不靠手術 變雙眼皮 但其實本來就蠻多人 就是你知道小時候是 單眼皮 然後長大就你知道老了就變成雙眼皮的 對 黑眼圈喔 黑眼圈就要按摩啊 我的話我其實也算是有 有一點黑眼圈的人 應該說我累的時候黑眼圈會很明顯 就是要看我的那個 疲累程度 但是因為 眼下比較容易有細紋 所以我都會用我之前買的那個 就是 滾臉的 我有買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然後小的那個 我就會 插了乳液的時候 就會這樣子 就是由內而外 然後就是 就叫做 這樣子是要什麼時針 反正就是這樣子照固定的那個 這樣往外畫 往外畫 這樣子 睡眠充足比較好 有啦我最近還蠻睡眠充足的 上個禮拜比較累 上個禮拜每天都睡好少 這禮拜比較好一點 後面怎麼樣天竹鼠 車車的東西 你們看到了嗎 這個是平函送我的 他那天突然問我說 欸 明娜你會想要天竹鼠車車的坦坦嗎 然後 他說坦子啊對不起 我自己 亂加碟字 然後想說天竹鼠車車 當然好啊 然後我就 對 就接收了 不過這個我還沒洗過 所以我還不敢屁在身上 我昨天洗衣服的時候忘記把它丟下去過水了 所以就先暫時放在後面 當小背景 很可愛 這樣都沒被你們看到 我幾歲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是同心為民耶 剛剛一度以為是衛生紙 其實好像蠻像的 其實他原本送過來的時候 不是長這樣的 但是因為我不會 就是他這邊有兩顆扣子 就是扣在 扣 就把它綁起來了 可是因為我忘記他原本是怎樣 然後我就亂綁 然後就變這樣 而且現在長得很醜 我不知道他要怎麼收啦 他原本來的時候是 應該就是這樣子之類的吧 就長得挺正常的 我現在就把它弄得 像一坨衛生紙 自己何時買的 買什麼 我剛剛就說 這是平安送我的 你是沒在看我直播 是沒在看我直播 問號 認真看好嗎同學 哎唷瑞森晚安 這還不是什麼十分鐘前講過的話 一分鐘不到吧 一分鐘前才講的 不專心聽 喔俊生 喔對不起我是不是一直念錯你的名字 為什麼這個知名明珠旁邊就是瑞要念俊 為什麼 為什麼 教育部的國語字典 應該問誰 為什麼這個知到底 為什麼他旁邊是瑞要念俊 剛剛在想事情沒聽到 不專心 在想什麼 在想 在想 在想別的女人 是不是 這要發寫 發櫃了吧 中文的奧妙 真的 鼻子好一樣 你哪還有想吃媽媽的什麼料理嗎 沒有耶 其實不是說沒有想吃的 是媽媽煮的什麼都很好吃啊 因為真的很久沒回澳門了嘛 快三年了耶 現在的狀態真的是很久沒吃媽媽煮的菜 因為我自己煮的話都是比較簡單 因為媽媽煮的話 真的很久沒吃乾 因為她煮什麼我都會喜歡 就是有一種 啊 家的味道 很久沒有 謝謝黑流星的傳介 聽到爸媽會不會變不熟的感覺 跟媽媽還蠻常視訊的 所以應該是還好 但跟爸爸的話 真的 有分開十年了耶 因為 因為 國中畢業 前 她就已經 在澳門 然後 我現在二十六了 真的超過十年 爸爸不在身邊 然後 其實通常 我不知道 通常小孩都是跟媽媽比較好 還是跟性別有關 就是 女兒都會跟媽媽比較親 對 雖然我小時候是跟我爸爸比較親沒錯 但是就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耶 就是 是因為 進TP之後嘛 關係變得不好 所以 平常也不會講電話 更不要說視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 爸爸現在 就是 長怎麼樣 是不是老很多 十年了 其實想一想很可怕耶 國中那時候爸爸應該四十幾歲吧 然後現在就已經五十幾歲了耶 十年肯定老很多吧 可是在我印象中我一直 就是 對爸爸媽媽印象就是三十幾 四十歲 就是 雖然現在他們都已經 對啊 現在都已經 五十幾了 但我 我對他們的印象還是在三四十歲的時候 所以我其實 我真的不太知道 之前有回澳門 但是 這次隔了三年我就覺得 就是 應該也變得蠻多吧 上次視訊的時候看到媽媽也長了白頭髮 他之前都沒有 小時候很討厭爸爸 對 小本子上看起來我很討厭爸爸 很喜歡媽媽 可是實際上 我自己真的覺得我小時候跟爸爸比較親耶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小本門上寫的東西跟我的記憶 總有落差 我記憶中我小時候超級喜歡爸爸的 雖然他打人的時候很兇 可是 還是我其實抖恩 我其實抖恩 是不是被打 但是又恨又愛那種 我不知道耶 但我印象中我小時候跟爸爸 比跟媽媽好 因為媽媽就是一個 很 我覺得他 很粗魯 就是比如說洗頭髮 或是綁頭髮什麼 小時候媽媽洗頭髮的時候 就是 又抓著感覺 頭都 就是那種用指甲在口很痛 然後爸爸的話就不會 就很溫柔 然後 綁頭髮也是 你知道媽媽綁頭髮的時候就是 這樣子耶 就是 就是做什麼都很 就我媽媽是一個很 不拘小鐵 大辣辣的那一種 但他做很多事情 我小小小米娜我會痛啊 他有時候隨便抓一下我的時候 很痛 但爸爸反而比較 爸爸是一個比較 比較 算是理性的人嗎 我不知道要怎麼講 反正 就做事情比較 算是細心之類的 只有被打受才會寫進小粉們 也是 但是對 但 小時候我是跟爸爸比較好的 因為我小時候就很像 男孩子 就是 調皮啊 玩車車什麼 就是 就是 男生可能就是會跟爸爸比較親近 然後女生就是跟媽媽比較親近 但因為我小時候 就是一個男孩子 所以可能就是自然跟爸爸比較好 姐姐初心會不會遺傳到媽媽 奶奶會很初心嗎 他沒有 他不是初心的人 我覺得 他只是一個懶惰的人 而且他跟我媽媽生日只差 差兩個 兩個禮拜 欸 不到喔 他們生日只差八天 一個多禮拜而已 他們生日只差八天 他們是同星座 都天秤座 但是我媽是 我們家最勤勞的人 每天就是看她 就是一直在吸 吸地 拖地 掃地 各種家事 然後奶奶是完全不做的人 所以我覺得看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 我們流著一樣的血 然後他們同個星座 一個可以懶成這樣 一個超級無敵勤勞 老師說你是不是懶 連剛剛 連剛剛 等一下 聽我說 你不要吵 你不要吵 他剛剛 他不要一直跟我講話重疊 他好吵 我說 剛剛我回家的時候 我先說 我剛剛回家的時候 因為我今天 背的這個包包 他沒有去這個 就是我冬天喜歡用這個 就是 這種 這叫什麼 就是這種 手提包 因為冬天衣服會穿 很厚嘛 所以我就不喜歡那種鞋背的包包 會卡卡的 我就喜歡這種 手鈴包 而且又毛絨絨的很可愛 又是熊 不是啦 之前那個是兔子耶 因為兔子的那個白色 我很怕弄髒 所以我平常 練習的話 我都是帶這個 比較不怕髒 這個也用蠻久的 去年還前年買 忘記了 但是因為這種包包 他缺點就是沒有內袋 所以我 就所有東西 都是在裡面的 然後我剛回家的時候 我就要找鑰匙 就很難找 然後我就按電鈴 奶奶今天在家 然後結果 我在那邊等了 兩分鐘沒有人要幫我開門 不是沒有人 就是奶奶就是不幫我開門 然後他也沒有在睡覺 也沒有在幹嘛 他只是因為不想要離開他溫暖的被窩 然後我就在那邊就是 把包包一個一個拿出來 拿出來好不容易 挖出了我的鑰匙 可是你看他平常回家的時候 我是不是 我哪一次沒幫他開門 我每次他按電鈴的時候 我就嚇到 我每次電鈴來 我嚇得要死 嚇到快哭出來 我還是幫他開門 然後他 哪有哭出來 你還哭一下 然後他 而且今天 今天又沒有很冷 今天還好吧 我們現在室內都有19度 明明就沒有很冷 然後不幫我開門了 他 這麼懶惰的人 而且 我跟他們說 他倒撞 他 他平常也是 就什麼 他 他有一次 在床上 然後一直咳嗽 一直咳嗽 然後我就說你還好嗎 就咳到快 快往生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說 怎麼你是感冒嗎 說沒有 因為喉嚨太乾 沒喝水 我說你去喝啊 他說你幫我倒水 他寧可自己 就是都不願意離開床上 然後一咳 咳到一個 不行 然後他還是不願意自己去倒一杯水 他已經咳成這樣子了 我真的是沒有看過這種人 你咳了你就倒杯子 而且我們家 才多大 我們家都不到食品 我們家都不到食品了 而且食品還有包括廁所 我們家不就一房一廳 到底有什麼 這麼近不到食品的距離 你又不是說你家很遠 你還要派用人去為你倒茶 不用耶 那麼近 這個走五步路就到了 你 有什麼好像不到 然後在床上咳到 就是 他真的咳得超可怕的 也不到水 可是爺爺都幫我倒 我最後還不是有幫你倒 反正我真的是沒有看過這種人 真的是他太多這種懶惰的 懶惰的行為 然後他前天還是大 前天也是 他要訂機票 然後他要網路信用卡付款 然後他就說 我現在要信用卡付款 他也是在床上 他說你幫我把我的錢包拿過來 我要信用卡付款 要打那個 就是上面的那個號碼數字 自己不會去拿 這真奇怪 怎麼都要叫別人 然後重點是你知道 我幫他拿過去之後 然後他說 你在幫我把錢包放回我外面的包包裡面 自己不會放嗎 他真的是 到底有多不願意離開那個床 而且重點是 因為我前幾天也是練習到很晚才回家 然後他跟我說他晚餐吃鹹酥雞 就我一回家 就看到在床的旁邊 就是那個鹹酥雞的垃圾在那邊 他就是在床 就是他連吃飯 就是一直說他回到家之後 就一直在床上沒有離開過 連吃東西都 就是我沒有辦法接受在房間吃東西的人 就是 就是 就是為什麼不好好坐在就是客廳 小桌子 就坐得好好的 我吃飯 我必須說我吃飯做得挺短整 我吃飯就是一定會做那個小板凳 因為我們家的這個桌子不高 桌子跟椅子的高度大概只差這麼一米 所以我自己覺得彎著腰這樣 壓著肚子吃東西很不舒服 所以我吃東西都可以 我之前有PO在我的IG 就是那種小朋友做的小板凳 我吃飯的時候喜歡做那個小板凳 然後這樣吃 就是一定要坐得直挺挺的吃啊 也沒有到直挺挺 就是正常 就很正常吧 就是小板凳 然後一個桌子這樣吃 就是 我不知道耶 就是 吃東西就算不是吃那種 鹹酥雞這種東西 我還是會擺在桌上吃耶 不然會掉屑屑或是什麼啊 就是 我沒有辦法耶 我愛念這點是遺傳媽媽 不是 是 不覺得很誇張嗎 怎麼會有人懶成這樣 而且這就是 她跟我媽媽就是 長相很像 然後就是星座也一模一樣 但是為什麼 勤勞程度是 就是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是 超級 極端的那種 我就覺得很 很納悶耶 為什麼會這樣子 鹹酥雞不是應該 軟爛在沙發上吃的嗎 可是那個是她的晚餐耶 就是我如果正餐的話 我一定會做正吃 如果是 小宵夜的話 小宵夜的話 我 倒是沒有一定 我可能就 窩窩在這裡 但是我在床上吃東西 我不行耶 冬天再冷我也 我也會 就是反正 冬天一起床 我一定就是先燒熱水 然後先喝一大杯 讓身體變暖 再怎麼冷也 也一定會 就是我不可能 對啊 我不可能讓自己 在那邊 咳得要死 床上吃東西只有病人 奶奶粉是說你有病 他們說 病人才會在床上吃東西 我有暖氣嗎 我們家有暖氣 不過我今年 我今年還沒有用過暖氣耶 奶奶有用過暖氣一次吧 還幾次 但我那時候好像也沒有 為什麼我沒有用暖氣 沒有到那麼冷 之前有一次寒流的時候覺得很冷 但是 感覺也還 不用 就是真的寒流的話 我覺得 可能 不知道耶 5度 可能5度以下嗎 然後我就覺得可能會需要用暖氣 好像是 我印象中很深啊 有一次 有一次什麼寒流來才4度 然後我在家裡 超級無敵冷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 必須要一直彈貝斯 讓我的手就是比較暖 不然我一不動的話 我的手就是冰的 但我那時候一摸貝斯也是超級冰的 有點彈不動 然後我就一邊開著暖氣一邊彈貝斯 有度過那個寒冷的寒流 對 我印象很深 那是我對 我那時候吹了幾乎快一整天的暖氣 真的太冷了 但我平常我就很 很少開暖氣 夏天我很少開冷氣 冬天我也很少開暖氣 而且我覺得開暖氣的機會 就肯定會比開冷氣少 因為台灣就是熱的時候比較多 手不痛嗎 不會啊 就是我先把手跟弦都先吹熱了之後 然後就開始彈一彈 可是 我想想 那時候彈 我忘記是左手跟右手哪一邊 比較 比較暖的 反正我覺得 一邊比較暖一邊比較冷 台灣開廚師機的機會比較高 對台灣真的很潮濕 暖氣開開會流汗很不舒服 欸 你們家暖氣這麼大台喔 我們家的暖氣很小欸 就是它的出風口只有這樣子 只有這樣子而已 所以基本上 就是你開的話 你一定要靠它很近 就是那窩在那邊 你才會覺得溫暖 你這樣離它 就是它沒有辦法讓那個暖 就是到整個房間了 你知道嗎 就是你一定要在它旁邊 你才會覺得有點暖 而且我們家就是 不是氣密窗 然後冬天一直有冷風 會從那個窗的縫縫進來 所以家裡就一直是很冷的狀態 哈囉謝謝可憐的掌聲鼓勵晚安 班長晚安 白眼上晚安 我們家暖氣是 你開了它也不會流汗的程度 它就這麼小一台 不是那種 我不知道你們家的暖氣是怎樣 怎麼會開到流汗 怎麼會有流汗問題 陶瓷電暖氣 陶瓷電暖氣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你哪會想要翻修一下家了嗎 奶奶一直有想要啦 但也不算翻修 只是把一些 長年絲繡的地方補好而已 窗戶塞毛巾喔 要怎麼塞啊 暖風機不是很夯 但要錢啊 而且我本來吹 我本來就蠻少吹暖氣的啦 就冷了就穿多一點 我出門真的很冷 會把自己包的跟熊一樣 我不會讓自己冷到的 但我最近有點冷到 我現在有一點很小黑小的感冒 最近 最近冷到了 我昨天吃了陳藥 我現在喉嚨有一點 有一點痰的狀態 下禮拜前求了 沒事啦 我吃的藥搞不好明天後天就好了 所以 公演應該就好了啦 還好我今天還有聲音 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 我以前 冬天感冒的話 就是 第一天喉嚨會先痛嘛 然後第二天開始就會直接 就是我每次發現自己 好像要感冒的時候 我就趕快吃陳藥 然後我就想說如果好了 我就不需要去看醫生 可是通常我的經驗都是 就是我吃完之後 然後隔天就會突然變超嚴重 就是 要嘛就是直接 鼻子塞爆 或者是 就是 直接沒聲音 這種狀態 但是我覺得我這是就是 我今天狀態跟昨天差不多 沒有變好的趨勢 也沒有變更壞 但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我除了吃感冒藥之外 我現在我還有 吃很多的維他命C B群什麼的 就是 他現在還在很努力跟那個 病毒 抗爭 對 我真的不想去看醫生 不喜歡一直吃藥 我覺得我每天都會吃好多好多藥 就是 光是從疫情來 我就開始封保健食品 然後我現在是 每天處於一種不吃 會覺得很 不安心的那種狀態 對 就每天早上 吃完早餐 就是要先吃一下B群 早上比較簡單 早餐就是這樣 然後 吃睡前 我就是睡前 早上 會吃B群跟魚油 但魚油我沒有每天吃 就是 我覺得我今天可能會比較 我鼻子真的好癢 對不起 等我一下 現在說到哪裏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可能 比較沒有攝取到很多肉類啊 營養可能會比較不夠的時候 我就會再加魚油 反正魚油沒有每天吃 然後B群 B加C群是每天都會吃 然後 因為那個B群 大概是這樣 然後睡前的話會再吃 維他命C 維他命C跟益生菌 對 但是有時候早上如果 來不及吃B群 或是早餐在外面吃的話 我就會睡前再補 綜合維他命 然後再加維他命C 這樣子 就是我每天都要吃這堆東西 其實有時候吃到覺得好 好 好累 我就覺得 然後因為最近感冒 又加了感冒藥 然後我就覺得 我根本就是個藥罐子 一個早上又吃藥 又吃什麼B群 然後就是一直在吞藥 覺得好煩 但是 已經奇怪了 如果不吃的話 就覺得好像怪怪 對 每天都要吃好多 B群跟益生菌最有感覺 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感覺 說真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吃一個 心安的 反正就覺得吃了好像會變健康 因為我知道我 我平常吃東西其實蠻省的 所以我也怕自己 其實我已經有盡量在營養均衡了 但是我覺得保健食品還是多少補一點 B群味道不好 我是覺得還好 我 你剛剛聞你可能會覺得味道醜 但你 反正你就是直接吞下去 你不要管味道 哈囉彤彤晚安 多少還是有用 反正我覺得 我以前 一有喉嚨痛的症狀 然後 第二天都會直接掛掉 但是我今天就跟昨天維持一樣 已經對我自己來說算是不錯 代表我體內有 這個很努力的在那個 因為我真的是那種 我從小就體弱多病 我是一個弱女子 我真的超級小時候 我自己不太有印象 但我爸媽說我幼稚園的時候 一整年 一直在生病 對 然後長大之後也是 就是我求學期間也是 非常常生病 我們家最常生病的就是我 就是抵抗力超級差的 而且只要班上有一個同學感冒 然後我立馬就會被傳染 就是完全沒有免疫力耶 所以我印象中 我小時候就好常在吃藥 所以我 怎麼講 就是一定沒有人喜歡吃藥吧 當然我從小就是 太長生命 就是必須要一直吃這些藥 然後我身體的 抵抗力又不好 免疫力又不好 所以我不吃藥的話也不行 就是他沒有辦法 我就會 我之前感冒有拖到三 三四個禮拜 就快一個月 真的你們懂那個痛苦嗎 就是一直吃藥 然後看了三四次醫生 然後醫生還要一直開抗生素給你 因為太久了 就是真的是很累 所以我現在我寧可每天都吃這些保健食品 我真的現在就 戴口罩有關係 然後保健食品我不知道 應該也是有幫助啦 所以我現在就比較少生病 對 就我寧可每天日常保健 我也不想要像小時候那樣每天吃那些藥 而且我還蠻怕臀藥的 一個禮拜沒改傷就可以換一家 蛤 可是我感冒的話 如果我看那家沒有好 我會繼續看耶 就是叫醫生再加重劑量 因為他才知道你的 就他之前開給你藥是什麼 然後他要怎麼加重 如果你再換一下 他可能跟上一個醫生一樣的藥 也說不定耶 容易感冒可以打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對一般感冒也有用喔 營養補給顆粒也蠻大顆的耶 但是那個還好 就那個吞失敗也不會怎樣 但是那種感冒吃了藥 就很容易吞失敗 不知道為什麼 流感疫苗就是打感冒的 啊 流感不是流感嗎 一般感冒就是流感 蛤 我以為流感是那個耶 就像我之前 我之前不是要被隔離 就是得A流 太平凡攝取很浪費裡面的營養 還好吧也沒有很平凡 就是我照著說明上 就是一天吃一顆而已啊 不過過量攝取可能對身體沒有幫助的 但就是日常保養 魚油比較難吞 魚油會難吞嗎 還好吧 流感是流感病毒 對啊跟一般感冒不太一樣吧 那怎麼上面有人說 對 對不一樣 不一樣 大家不一樣 我沒有錯 我沒有錯喔 流感比較嚴重 流感跟一般感冒不一樣 對 對 我要分別 不然會被像 我剛剛明明就說對 是留言說 留言說 流感就是一般感 打一般感冒 然後我想說 怎麼跟我認知不一樣 不然我那時候為什麼 要被隔離 不一樣喔 對啊 對啊 看點笑剛剛上面跟我說 跟我說什麼 流感是一般感冒的 笑他們 不要笑我 我是搞清楚的人 笑 小感冒去耳鼻喉科 會直接綜合感冒要解決 對啊 所以我通常感冒 我都 我都會先自己吃藥 如果沒好才去看醫生 但我從以前經驗都是 我自己吃藥 然後最後還是去看醫生 然後都會覺得 啊 早知道一開始就去看醫生好了 因為買成藥 可能一盒兩百塊吧 然後結果 就是你知道吃了沒有 然後我最後還是要去看醫生 然後副掛號費兩百 我想我腦袋不如一開始 就直接去看醫生 但現在的我好像抵抗力我比較好 我希望我明天會就好了 我希望不要嚴重 吃辣可以預防感冒 吃嗎 就是因果研究 我想要吃一個 薄荷糖 你給我的啊 你給我的啊 你給我的薄荷糖 我不知道原來 星巴巴也有出這種 這種涼涼的糖 我跟你們講 因為我剛回家的時候 我就 找奶奶講話 然後就 結果奶奶就說 奶奶就說 你晚餐吃咖哩豬排喔 然後我就被發現 就是 因為那個 我不知道欸 咖哩味道確實蠻重 但他連豬排都聞得出來 他真的說 他真的說出我晚餐吃什麼 所以我跟他想說 我嘴巴味道有這麼重 然後 你吃什麼我都聞得出來 你就算吃番茄鍋 對 我上次也是 我就吃什麼番茄鍋 然後結果奶奶也是 回家的時候 他就 我跟他講話 然後 然後他就說 你今天晚餐 有一個蔬菜的甜味 應該吃吃番茄鍋之類 然後就 咖哩豬排 就能夠聞出來 超厲害吧 他的鼻子超可怕 他根本是 凌犬啊 豬排卡在牙縫 你覺得這看起來像是有卡在牙縫的樣子嗎 咖哩有雞排或炸蝦 是沒錯 但 他就是說他聞到了一個 炸豬排的味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怎麼 聞的 超噁心的吧 難怪我會不喜歡狗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因為奶奶跟狗一樣 所以我不喜歡奶奶 也不喜歡狗 這樣嗎 Mina平常就習慣點豬排 沒有啊 我今天完全是因為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聞的 我真的鼻子不好 反正 我今天就是去便利商店 因為我 我今天 沒有什麼時間吃飯 然後就想說去便利商店 隨便買一下 然後就 便利商店今天不知道是怎樣 就是所有的 玉飯糰 三角飯糰 手捲 三明治什麼 全部架上都是空的 然後我就 我本來只想說 隨便買個小東西 隨便吃就好 但都沒有 然後我就只能 隨便看一看 義大利麵也還好 算了 只能買個什麼 咖哩豬排 隨便買的 然後他就聞出來了 我平常 我第一次買這個東西 我根本就 平常就很少 會買這種東西的人 而且像我 我之前不是不小心把碗打破嗎 然後那時候也是 回家的時候 然後我只是說 奶奶我其實今天 然後說你打破完齁 就是你知道我真的 我有記憶以來 我應該就只有小時候 你知道笨手笨腳 不小心打破過幾次而已 就是我 活到這歲數 應該說大學之後 我幾乎 大學之後沒有 上大學之後 沒有把碗打破的問題 我上次跟粉絲說過這件事情 就是 就是奶奶那個 感知我的臉頰 他就 他在我 大腦 想睡覺的訊息 傳達到我大腦時候 他先感知到我想睡覺 這真的 這就是臉頰肉觀察家 人類學家 他不只手的觸覺很靈敏 然後連那個 嗅覺味覺也都很靈敏 他就是一個 就是一隻狗啊 想不到別的啊 對啊 最不好的應該就是視力啊 視力不太好 對啊他其實 他鼻子真的超級好 而且他跟我說 上次是爺爺吃東西完 然後打嗝 不是嗎 是嗎 你上次說爺爺打嗝嗎 是爺爺打嗝 然後你有聞出是什麼東西 是嗎 你忘記了 我怎麼記得奶奶有一次跟我說 我怎麼記得奶奶有一次跟我說 你爺爺不太假的 他會放屁 我可以說 放屁 喔是 這是更更噁 喔是放屁嗎 天哪這更糟糕了啦 對啦 奶奶上次跟我說 他說爺爺很會放屁 天哪爺爺 我真的會記爺爺 然後反正 他就說 反正爺爺就是 放屁 然後奶奶就 奶奶就說 他那時候是吃什麼你聞出來了 他那時候是吃什麼你聞出來了 反正奶奶就 準確的猜出說 比如說 我不知道 怎樣的東西會聞得出來 我真的不懂耶 我也不是就 一樣嗎 不一樣 Oh my God 你不要害我這台變得很 很怪耶 還好不是中午播說這個 對這我 這是因為奶奶在我才想到 他真的 反正他就是可以光從 排出的氣體 然後他就猜出 他說爺爺你今天吃 比如說 麻辣鍋之類的 就是 不是麻辣鍋這麼明顯的答案 不是這麼明顯的答案 就像他今天猜出我吃咖哩豬排 就不是雞排 不是 什麼別的 真的 屁味是什麼 我真的覺得很噁心耶 而且為什麼要聞別人 真的很害羞耶 就是如果 比如說你今天 大家應該有過那種 你知道就是 在班級裡面 或者是在 或許電梯裡面 然後突然 一個比較 密閉一點的空間 然後你突然聞到一個 氣味 對 就你不知道是誰 我一點聞就出來 對 可是如果是奶奶的話 奶奶如果是遇到這種 他就一聞 今天中午 吃那個咖哩豬排的 然後就知道是誰耶 因為你知道 真的很奇怪 因為明明 大家一定有過這種經驗 就是你明明就聞到了一個氣味 你一定知道不是自己 然後你就想說 這味道那麼近 應該是旁邊的人 因為當你走顧右怕的時候 你就發現 你旁邊的人 全部都 大家都開始 誰 然後你找不到那個人耶 可是奶奶的話 他就是人間清醒 這個味道 咖哩豬排 今天中午吃咖哩豬排 他就會找到 好可怕 奶奶應該善用甜粉 例如去那張氣毒犬 我真的奶奶是狗 奶奶是狗 他剛剛說那邊有個老鼠的氣味 就是有老鼠 然後他就有說 他可能隔天是老鼠沒有老鼠 好可怕 奶奶的鼻子真的很厲害 奶奶的鼻子真的很厲害 老鼠的氣味 我有沒 那種 疲憊 屁股 屁股 有屁股 大家瞬間演技派 對啊 但是遇到奶奶這種 我真的第一次聽到 有人聞屁股 然後可以 知道那個人今天 吃什麼耶 這也會不會太 有愛了吧 他剛剛說囉 不是什麼麻辣鍋那種東西 就是他連我今天吃豬排他都聞出來 爺爺可能是今天吃什麼 陽春麵我不知道 就是那種怎麼可能聞得出來的東西 就不是那種很重味道的東西 他只能聞得出來 好可怕喔 氣味型YouTuber 這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你每次說話都跟你講不要靠我太近 你才不要靠我太近 我怎麼聞到 誰會在電梯被這樣問 還承認自己有吃咖哩豬排 不是 可是比如說在班上 比如說大學 讀大學 那大家午餐都是各自出去買 那如果聞到 然後你就知道誰今天中午吃什麼 你不就馬上知道了 可能是只有奶奶會知道 我是不可能 我是聞不出來啦 都不然連藥扇味都聞得出來 肯定啊 如果吃藥扇排骨他一定聞得出來 這個算味道很明顯了吧 如果吃 啊你現在是吃雞肉飯嗎 還是什麼 算了 我想不起來 反正我鼻子真的很怕 我鼻子是裝飾用的 我鼻子真的不好 我什麼都聞不到 喔 奶奶粉絲問你說 你能夠分辨 菸的牌子嗎 可是我不抽菸 但是爺爺抽的是什麼牌子 你會聞得出來嗎 爺爺他 還是他沒有固定的 他有就是白色殼子 藍色 所以你 你會不會走一走 你聞到那個煙味 你就找得到爺爺 我會覺得他很醜 好吧 對不起 我跟奶奶都是不喜歡煙味的人 因為這方面可能不太行 你看奶奶很矛盾吧 因為我們兩個都很討厭抽菸 就是不喜歡煙味的人 不太能接受 然後小時候我們都說 我們長大 長大交男朋友 絕對不要早會抽菸 沒有 我們小時候不會有男朋友 這個是 我們小時候說 以後找老公 小時候是沒有男朋友 然後直接結婚 小時候是說 對 以後找老公的話 絕對不要找酬顏的 然後結果奶奶自己 喔 交了一個 就是老煙槍爺爺 打臉 他如果哈出那個西魯 我又打鼻孔在哪裡 愛上了也沒辦法 對啊 所以我就說 你看 愛情是盲目的 但我自己 蛤 我自己到現在 我還是覺得 我不可能接受欸 就是 除非他願意為了我 戒菸改變 不然我是不可能 我真的就不可能跟 抽菸的人在一起欸 但奶奶當初也是這麼說 然後結果現在 嗯 嗯 所以我 不知道欸 我自己覺得我不能 我不能接受 我還沒到時間 不是 我時間到了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我還沒到時間 我時間到了是怎樣 不好意思 我覺得時間到了 不是 我覺得時間到了 感覺很像是 不是 時間到了 感覺好像有誰 要把我帶去上面的世界 你時間到囉 然後就 我想真的是這樣 大學室友為愛戒菸 喔 這很棒欸 我覺得 因為抽菸馬 就對身體不好 但如果 對啊 願意為愛戒菸 我覺得這很 令人感動欸 這很棒欸 會直接 就是 直接暈 為了我 為了我戒菸這樣 這樣可以 但 對啊 但 不戒菸的話是怎麼樣 不戒菸 不行欸 真的不喜歡煙味 我覺得它好臭 像酒也是啊 酒就是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它就很苦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這個東西 時間到了會想到網咖 我沒出過網咖 我不知道 粉絲比較會接觸到 可能應該是 握手會啦 握手會可以 欸現在時間到了 檳榔我不行欸 我覺得檳榔也是 就是 檳榔就是一個很 我覺得比 我想想其實 煙酒檳榔 這三個都是不好的東西 所以我 我自己當然是希望 煙酒檳榔都不要 不要碰比較好 因為我自己也 我不可能碰嘛 我長這種樣子 能想像我就是 叼著一根煙這樣 的樣子嗎 太 太違和了吧 欸 浪是不是有一個特效是 好像沒有 喔沒有那個不是煙 欸這是吧 很違和啊 好好好 回來 反正 對啊我覺得 我這種 我這種 樣子 我這種樣子 又是配一根煙眼 太奇怪了吧 我嘴裡是棒棒糖 還差不多 但是我其實也不愛吃棒棒糖 我覺得棒棒糖很麻煩 我沒有很愛吃棒棒糖 煙斗感覺不一樣 但不行啊 我還是跟我整個人 就不搭 而且我也不喜歡煙味 然後 酒的話我覺得 嗯 小酌怡情啦 但是 我還是不愛酒 什麼大酌什麼 鹿島 什麼意思 小酌怡情 大酌鹿島 鹿島 什麼是鹿島 哪個鹿啊 路邊的鹿 鹿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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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尾酒 我沒喝過耶 七尾酒應該味道很重吧 我不知道 我連小酌都不太行 很難喝 我真的很苦 不要說喝 如果我這種人 酌酒的樣子 能想像嗎 一個 看起來像是十幾歲的小孩 我自己說 自己看起來像十幾歲 搞不好大家一看 就知道我35歲了 對啊像我這種 你想像我這種 酌酒的樣子嗎 太 太詭異了 欸你們有看過 我想到了 你們有看過那個嗎 有一個小學生 有一個小學生 兇記者的那個影片 那個我好喜歡 但我看了超多遍 我不知道 那個叫做什麼 有一個小五 有一個記者去訪問一個小 欸是小一嗎 喔對小一 對對對 應該搜尋那個才小一而已 應該就會出現 沒看過的話 我給你們看 那個真的很好笑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等一下有廣告 有一個小一的 然後他那時候是在喝 阿薩姆 他那時候喝阿薩姆奶茶 然後大家都說他怎麼喝的 像是金牌一樣 我真的覺得這超好笑的 來分享大家 大家可以搜尋小一而已 你要我背什麼 背什麼東西 小一而已 你要我背什麼 你幹嘛生氣 你幹嘛對我生氣阿 小一而已 那小一要做什麼 除了睡覺 背課文 上學 上課 我真的 我真的 我那時候看到了我 傻眼 這小一也太 也太兇了吧 這太 他在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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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人老人 這我就想他怎麼 喝那個 喝阿薩姆 喝的跟金牌一樣 他就這樣 小一而已 才小一而已 你是要我背什麼 對啊 這種鈴鐺別論好不好 不知道是報道什麼 我那時候 我好像有看過完整的 完整的新聞 大家有信心可以自己去查 但是真的 對他還嘆氣這樣 他 小一都在做什麼 小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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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背什麼 這真的 這影片真的很好笑 他真的 有種 不知道怎麼會有這種 老陳的感覺 很好笑耶 我 我現在都喝不出這種態度 他整個很有態度 弟弟很有態度 在小其實蠻正太的 那才小一而已 是經歷了什麼 社會黑暗面 可以把阿薩姆喝成 喝成金牌 他中 他中間短短 他再小一點 他小一也不過就六七歲而已 他從他出生 他像正太那樣的人 應該最像正太可能 是四歲五歲嗎 到他小一 中間短短也不過一兩年 他發生了什麼 怎麼變這樣 他的阿薩姆感覺很蠢 我剛剛怎麼突然想到這個 對我是說 你看能想像一個 就是我講話這麼小孩子 像這樣子的一個人 就是 酗酒的樣子 不能想像耶 太奇怪 但是如果這個弟弟的話 他可以 他小一就可以 我剛才講的時候 我本來 都是反而想說 對啊跟我也太不搭了吧 我如果年紀看起來 就是還這麼Yuki 酗酒真的能想像嗎 然後突然想到那個弟弟 不對耶 他小一就可以 把阿薩姆喝得像金牌 所以好像也不是不行 果然是人的問題 酗酒不行可以平酒 對 但是我覺得酒很苦耶 然後再來是檳榔 我真的是 沒有辦法 因為吃檳榔就是 你知道會有一些什麼口腔癌 然後嘴巴會紅紅的很可怕 所以我更不能接受 不過我覺得 菸酒 檳榔比起來 嗯 我最不喜歡應該是菸耶 因為你抽菸的話 會讓旁邊的人聞到 可是檳榔的話 是你自己 你知道 不會妨礙到別人 所以我覺得我最不能接受 應該果然還是菸吧 然後再來是檳榔 再來 酒的話 酒的話其實還 還算 就是小酌一情啦 但我自己不會喝 米娜小一在幹嘛 我小一 我小一在寫本本啊 今天爸爸又不給我看電視 他絕對是地獄來的惡魔 媽媽也是惡魔 又不給我看電視 恨 我小一就在 對啊 我小一就在恨啊 我小一就這樣啊 我小一在寫小本本啊 我小一不是公開給你們看了 小一就是這樣啊 不需要 不需要別的東西 小一就是看電視就是一切好不好 不要不給我看電視 電視很重要 小一而已 為什麼不讓我看電視 對啊 小一到底又怎麼好不給我看電視的 我現在想想還是很氣耶 小一不就是最 就是 電視很重要 而且小一 根本就沒什麼書要讀 隨便就考班上第二名耶 就是 小一要讀什麼嘛 你就學校教的東西 就那麼簡單 就到底有什麼好 不讓我看電視 奇怪 氣氣氣氣氣 電視兒童 因為只有一台電視 家裡就故意的啊 如果有兩台電視的話 我們一定 每天看到近視 小時候真的 可能因為家裡就有一台電視 大部分只能都爸爸媽媽看 家裡也沒電腦 所以小時候視力很好 然後國中就是買了電腦之後 每天玩 然後就近視 這個是 不是啦 我記得小五還小六的時候買的電腦 反正那時候開始玩之後 那時候玩 每天玩也沒有近視 但是 還以為自己是不是那種不會近視的人 然後到國中的時候就發現 欸 很像近視了 你那小時候住在現在這個家嗎 對呀 我住在這裡 二十多年了 爸爸怎麼會買電腦 因為那時候我們一直吵著想要 就是有電腦吧 因為那時候就 學校可能 上電腦課還是什麼 就是 大家也很流行 玩一些線上遊戲什麼的 然後 對 對 然後重點是 那時候爸爸就想說 好啦我們那麼想要電腦 就買一台 然後沒網路 但是我們那時候 沒網路也是有什麼 連環新接龍 彩地雷 彈珠台可以玩 我們那時候 超愛玩 盪 盪 盪 彈珠台 可是因為我們家電腦 就不知道 性能很差 那時候玩 彈珠台都很常會盪掉 我剛剛一直 對 我剛剛說彈珠台會盪掉 我一直講成 盪珠台 彈珠台真的可以玩很久 對啊我那時候玩 彈珠台蠻厲害的 每天都要玩 我不喜歡玩彩地雷 因為我根本就看不懂 他那個數字是什麼意思 我玩彩地雷超爛的 對啊我不知道 那電腦是怎麼樣 就彈珠台會玩到卡住 小畫家畫著 有那時候會跟奶奶輪流 因為只有一台電腦 我們那時候會 就比如說彈珠台 就是 你會很拼命的想要贏 因為你一輸了 就好好好 換我換我 就是我們要輪流 對 就是我們的規矩 輸的話就換下一個 然後你玩的時候旁邊 就會一直盯著他看 然後就 看別人玩也覺得很好玩 然後贏的話 你就可以一直玩 你可以玩比較久 輸的話就要換姊姊 這樣子 那時候很喜歡玩彈珠台 然後 連環新接龍 新接龍 也都蠻好玩的 接龍的話我覺得比較無聊 比較少玩 然後小畫家也是啊 我們會 就是可能定一個主題 然後就 就 我畫好 然後就換奶奶畫這樣 然後最後看誰畫比較好 當然 是奶奶 我從小畫畫就不太行 小時候連看別人打電動都是一種樂趣 對啊 小時候就是這麼的 快樂就是這麼的夫事無華 看個電視就開心了 什麼時候才有網路 後來就國中吧 主要是奶奶上國中之後 然後 那時候網際網路也比較發達 然後 可能 就說 學校有時候也需要什麼查資料 什麼 奶奶先 凹了一堆力 我跟你講奶奶就是那種 很愛比較的 就是 同學有用手機他也想 就每次都是他會先去跟爸爸媽媽吵這個 可是我的話就是 不知道耶 我小時候從來不吵這些耶 我不太確定我不吵的原因是 因為我比較知足 還是因為我太在自己的世界 我根本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旁邊的同學 就是你知道 有在 沒有 我知道 我知道我那時候身邊很多人在玩什麼風之谷 我知道大家有玩 但我沒玩 我也不會參與他們的話題 不知道耶 怎麼會這樣 物欲比較少 對 就奶奶是那種聽到旁邊的同學在玩什麼 她回家就會吵說 就是 大家都在玩這個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 可是我知道旁邊的朋友有玩這些 但是我也 不奢求要玩 可能 我知道原因了 我覺得 應該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家很窮 我真的 我真的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紅包錢從來都不花的 我都一直 留著 哈囉 大男仔 對 紅包錢從來每一年 拿到我都 我都不花 爸爸媽媽也不會跟我們拿 但是我都不花 我都把它收起來 就是 要等我們家走投入的時候 拿出來當那個 就能放到你們 那 抓到你 他在抓到你們 玩那個 拿出來 一陣子 對 還好 那 一陣子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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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不會化妝 小時候又不需要化妝 我化妝品也蠻便宜的 我都是用開架的 都不會很貴 家裡有什麼 爸媽時代留下來的 像旁邊的這個 書桌 旁邊這些書桌都是 十幾二十年了 從小時候就一直在 櫃子 櫃子什麼的也是 衣櫃什麼的 洗衣機好像小時候有換過一次 雖然現在的 沒有換過嗎 這台有用二十幾年喔 真的假的 以前的東西有那麼耐用喔 是喔 冰箱沒有冰箱 舊的有換掉 謝謝小館面前蛛蛛鳥 這就是鳥被吃掉了 怎麼沒看到貓 反正小時候 的冰箱 是壞掉 所以後來才 才換一台比較 節電的 節電的 是那時候發什麼 對 反正就是買那種環保 不要這樣就是有補助 然後因為舊的也壞掉 就順便換了 而且其實 你換一台新的冰箱 他省下的電費 其實也 加上補助其實還蠻划算的 小時候冰箱都超大 對啊 我忘記是不是消費券的時候 我剛才是想講消費券 但反正我記得就是有補助就對了 家裡沒有電視 以前家裡是有電視 是我弄壞的 其實因為我太久沒有看電視 就壞掉了 因為我讀五專的時候 是我一個人住這個家 那時候奶奶在台南念大學 然後爸爸媽媽都在澳門 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然後那時候大概三年都沒有看 開過電視 然後 然後 然後反正 有一次我媽媽就回台灣 就 就 來看看我過得好不好 然後 然後他一回家 第一件事就是開電視 然後發現電視開不起來 然後他才一問之下才知道 我就電視不能開了 我不知道 因為我都沒有開過電視 就他們離開之後 我從來一個人沒有開過電視 就電視太久沒開 就 可是如果是以前的電視的話 一定拍一拍就好了 但現在的那種 因為那時候家裡是那種 叫做什麼電視 就是薄的那種電視 就是 液晶嗎 反正 太久沒開它就 就壞掉了 不是那種拍一拍沒有用啊 舊的電視拍才有用 但我就覺得好後悔 為什麼不看電視就壞了 就沒有看電視的習慣 哈囉迷思晚安 現在有想買電視嗎 也還好 我本身沒有很愛看電視 我本身真的蠻少看電視的 但是像現在的話其實 電視都 因為以前的電視就是只是電視 有線無線這樣 但現在電視的話就是可以連網路 就是 放一些影片的話可以比較大的看 也蠻好的 但對我來說電視沒那麼需要 我真的沒有在看 沒有在看電視 就是 因為家裡有電腦 我主要就是用電腦 然後看影片這樣子 你要說以前有在看影片嗎 好像也 以前Youtuber什麼 還沒有那麼流行 我其實 我記得我那種每天 那個 下課回家 就是先打開KKFOX 然後 就 就他每天有免費的五手 就是你不加會員 你有 你不要干擾我 你一直 我還沒講完 反正就是對 你每天有五手免費的扣打 不付錢的話 然後反正我每天就會練五手 新的歌這樣子 就是那首歌快結束的時候 就要趕快先拉回 就是開頭的地方 然後就一直重複 然後把這首歌聽手 然後就跟著唱這樣子 然後這首練好 再換下一首 所以一天五首歌 其實對我來說 非常的夠 對 只是有時候會不小心 手才來不及 來不及拉回來 就會浪費掉一首歌的扣打 但我那時候就是 每天這樣練歌啊 Gmail帳號 Gmail帳號就不用 就不用 就不用 蛤 我什麼意思 還是要付費啊 但反正因為那首國中 就沒有什麼錢錢 所以只能用這種方法 Mina最近有在追劇初戀嗎 我沒有耶 但我之後可能會想找來看看吧 因為我其實對於這種 比較戀愛題材的 不是那麼感興趣 所以 像你們之前不是推薦我看什麼 什麼 東京愛情 故事喔 還是東京戀愛故事嗎 那我對於 名字有什麼 戀愛 初戀中 那種 我覺得就不好看 感覺就是太 你知道太純情了 感覺我就不會喜歡 我真的比較喜歡那種 就刺激一點 像經濟之國就很好看 我現在看到第六集了 不要激透 我現在看到第六集了 但是我有一點點懂 我有一點點懂 為什麼很多人說 第二季沒有第一季好的原因 雖然我現在還沒看完 小莫先休息 好好休息 也剩下兩集 不可以 不可以劇透了 反正 但也不是說所有愛情題材 我都不喜歡 只是 但是變名稱 其實很多日劇都一定會有戀愛題材 但是你的 劇名上就已經寫著戀愛 這種東西 初戀 就是代表他整個題材就是一直圍繞著 你知道 小情小愛的 我覺得 我覺得可不用那麼多啦 一點點我還是 我沒有到那麼反感 但 就太多我會覺得很 就是那種過於理想化 可能小時候會很喜歡看這種 國高中時期的我吧 或是國小 那時候還蠻流行台劇什麼偶像劇 那時候看的時候都會覺得 啊 就是 就是 那時候還很有少女心會喜歡看這種類型 但我從什麼時候開始不愛看 大學 大學的時候好像就不太看這種 愛情類型的 好像大二嗎 還是 我不太記得了 反正大學以後真的 我忘記大學還大學以後反正就 所以 不太不太愛看這類型了 不是名稱太刻意的問題 就是對這種劇情就是 看的日劇多了 就覺得好像都差不多挺無聊的 一開始看日劇覺得 都不錯啊都不錯 然後看久了就覺得 老套老梗 所以後來對這種題材就還好 初戀是給中年人看的愛情劇 是嗎 但我還蠻好奇的啦 我覺得可能可以試著看一下 像 當時台北女子圖片 這個名稱也超級不吸引我的 但也不知道在紅什麼 所以我還是去看了 然後看了之後 呃 氣劇 所以我覺得 我 蠻好奇的 就畢竟這部劇也蠻紅的 所以想說 到底在紅什麼 至少願意去了解一下 如果看不下去 那是之後的事情 老套的都是東京愛情故事發明的 是喔 喔對 瓊妖也是 最近看了六本木class 喔好特別的名稱喔 我最近看了大王哥 很好看 很好看 好 謝謝 奶奶今天好吵 失聲戀不是Mina就不行 失聲戀Mina不是就不行 我覺得也不是耶 我沒有覺得失聲戀不行 只是我覺得 我當時看了永春教船演的那一部 他太刻意 你就如果你是 可能 怎麼說 你就是 愛上一個人 你知道 你會打翻很多 你之前自己 所設下的 定論 比如說 我以後不會找一個 會抽也拿酒 你知道 愛了之後就暈了 就對 但 我覺得有時候 失聲戀 如果真的愛上了 我覺得就是 你看到有時候愛情 就是這麼 你知道自然而然發生 講的好像我很老生常談 但我也只是自己的想像 但 我是覺得如果自然而然就是 愛上了 那就 也沒有什麼不行啊 就是你知道 也是有很多什麼老少佩式 身戀什麼 都是有 然後 但是 主要是那個女主角的表現 就是 就是他從一開始就是 一副要 就是怎麼樣 就是 一開始就是沒有一個老師的樣子 就是覺得 就是 你憑什麼當老師 我看得很生氣 我就看不下去 第一集就看不下去了 就是 如果你一直都是一個 老師很正常的樣子 然後你也沒有 就是 就是那種 這樣看著學生 這樣子 很奇怪 你為什麼要這種眼神 看學生太奇怪 就是 如果你一直都是正常教師 但是那個學生就是 就是 就是喜歡你這個認真的樣子 然後 然後慢慢慢慢的釋出一些善意 不是第一集 你就是那邊 就是 亂勾引 眼神勾引 反正我覺得就很奇怪 就對了 我覺得就是那個設定問題 就是 你 對啊 哪有老師是這樣子的 我 我看過兩位女老師跟一位男同學耳嘲起來嗎 這是什麼 什麼 什麼狀況 你說現實還是劇 劇情沒安排好 我覺得 不知道是劇情的問題 還是表現力的問題 就很怪 求婚大作戰是好看的啊 求婚大作戰 算是 愛情 算是愛情題材裡還蠻不錯的 但老師目的不存感 對我覺得 如果你是自然而然的 然後 等你發現的時候 你已經陷入那段師生戀裡面 那很OK 可是他不是 他是一開始感覺就是 我就是想要在學生裡找一個 當我未來的老公 是不是這個不對 你當老師的人 不應該這樣子 很奇怪 有些實習老師很像學生 我有遇過年輕的實習老師啊 但他們不會對學生在那邊眉來眼去的啊 就是 很奇怪啊 就是 我不理解好不好 我比較傳統 然後我剛才說到經濟之國 我覺得 經濟之國我真的蠻喜歡的 但是我懂為什麼 很多人覺得2沒有1好的原因 因為我看的時候也有點這個感覺 就是 可以感覺 因為第一季就是 很純粹的各種的闖關跟遊戲 所以會覺得每一集都好刺激 可是到第二季比較少了一點這種 那種感覺嗎 然後感覺第二季他一直想要透露一點什麼 就是告訴你們 人生的 人生嗎 算是吧 人為什麼而活 然後人性的醜陋 人性的善的一面 就是一直在傳遞一些道理給你 然後目的就是要導向說 最後的那個答案是什麼 就是比較多的那種 有點那種 說理的部分吧 然後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那種 主角永遠不會死的那種 那種 也很明顯 就是像第一季的話其實 前面的話 他的 他也失去了他的夥伴 可是到第二季的時候 就是有這種 就是這些人 不管怎樣都不會死掉 的那種 對 就是主角的光環 對就是 明明主角也沒有特別練過什麼功夫 但他怎麼樣都不會死 就是 有點 對 就越看越好像有 第一季還 第一季可能有些關卡沒有到 這麼的 就是 可能只是5或7等級的 就還好 可是到現在已經玩到 K等級的那種 然後主角明明就 沒有什麼特別常才 大概就 就怎麼樣都不會死 就是覺得很詭異 然後還有一些念 對 念口白的部分也蠻 蠻奇怪 就是那種 把心理OS念出來 有一點 違和感啊 黑桃K改得很鳥 可是奶奶不是有看原 就是原著的漫畫嗎 他有把黑桃K改掉 好奶奶 剛剛很吵架 又不理我 像我嗎 對啊 我說 粉絲說把 經濟之國第二季 把黑桃K改得很鳥 可是你看 你不是看原著的嗎 原版嗎 奶奶太久忘記了 奶奶太久他忘記了 黑桃K有一個人物日劇版改掉 這個我倒是不知道 但 那種 我自己覺得 除了 就是有一些 違和感 跟主角光環 的地方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我最近看到 我覺得 最 最最最 讓我覺得 第一季比較好的 就是 他第二季 嘗試加入 愛情 這個題材 讓我有點 就是我不知道耶 像我這種喜歡看經濟之國的人 我就是 就是我不喜歡看戀愛體材 我看逆戀愛體材 我想要看你不一樣的 我才會選擇看經濟之國 不是嗎 但他第一季就比較沒有這個戀愛的部分 但 我那時候忘記他 第五還是第六的時候 然後就 男主角跟女主角 就是 有一幕就是拍他們就是 是對視還是怎樣 就是 那種 拍的有點久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我想要看打鬥 可以給我打鬥 然後我就看到 就是他們在那邊浪漫的時候 然後我看的時候想說 要多久 可以快點打架了嗎 我那時候心裡就覺得 可以 這邊可以快點跳過嗎 蛤 怎麼 不是啊 可是 就 經濟之國 我又沒有期待看到戀愛的場景 你幹嘛要 就是 我忘記是幹嘛 我才剛看我就忘記 對視還是什麼 反正就 就還蠻久的 可能有十秒嗎 反正對我來說就 好累 結束了沒 怎麼還在看 就是 轉入愛情階段太突兀 我是不知道突不突兀啊 但反正 我就覺得那邊有點久 我就很想趕快看他們玩遊戲 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喔 天啊 你這部劇 你嘗試加入愛情階段 那就不死 謝謝吐司姐戳戳你 但是因為我要讓還沒有看的人 保留一點那個新鮮感 所以我就點到為止 反正對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我最受不了就是那一邊 但我就 在想說 是我 我個人嗎 是我個人太 你知道太不喜歡愛情階段 有討厭成這樣嗎 還是大家也 但我剛剛看留言 好像也有人有相同的感覺 謝謝熊熊的紅玫瑰 我來當導演 哇 是怎麼樣 我不可以講我的感受 是不是 三騎賢人帥嗎 我覺得三騎賢人很帥啊 第一季他比較 但我覺得 嗯 好 我必須說我跟奶奶 都有一樣感受 我們那時候看完之後 不奶奶看完 我還沒看完 反正那時候看了幾集之後 然後 因為我一直覺得三騎賢人很帥 我一直不好意思說這個點 但我後來就跟奶奶講 講一講 然後奶奶就說 你不覺得三騎賢人第二季變醜了嗎 然後就 然後我就 我就突然覺得 好像 就是 那時候有點說不上來 但是我就是喜歡 我就是很喜歡他 因為你看他第一季的時候 就是他很帥 然後我還去看他 演的遊戲之子什麼的 因為有三下之久 我覺得不是 但我後來有想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但我覺得 其實是因為 第二季的話 遊戲難度比較大 然後就是 大家每個人都是 你知道身上傷痕累累 然後灰頭土臉的 臉上都髒髒的 所以他整個人看起來 就是非常的憔悴 然後因為每一關都是 生與死 所以表情也比較 就是那種 就是人被逼到一個 但我能理解 就是人被逼到一個絕境的時候 你可能會 就是做出一些比較誇張的表情 然後你也顧不及你好不好看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只是 奶奶覺得他變不好看了 但我自己覺得 是因為他要表現出那種 絕望跟恐懼 所以表情做的比較 就是那種很絕望 表情比較醜一點 但是是為了表現出那種 很害怕死亡的那種表現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變醜的原因 是因為他想要去表現那種 你知道很誇張的那種 就是極度恐懼的那種 會有很多這種表情 可是奶奶覺得他就是 想說奶奶說他怎麼 隔個一兩年老這麼多 變醜了 但我自己覺得奶奶跟我 對我們都覺得他沒有第一劑好看 但是我覺得沒有第一劑 顏值上沒有第一劑好看 原來是因為這一次就是 那種很多 就是你知道 就是在一直逃跑 就是你跑步的時候 你臉要能讀好看 就是 而且他又是要演出一個 你知道就是 官官都關乎你的生與死 那當然會有一些就是那種 就是很恐懼很害怕的那種 表情在 但好了我不知道 因為我就很喜歡三騎先生 所以他怎麼樣 我都覺得OK啊 但反正奶奶就是覺得他就是變醜了 阿湯哥跑步都很帥 好吧 反正就是每個人演技表現不同 橫濱流星 橫濱流星也帥阿 就是 他們都是 就是長髮 長髮都很帥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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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覺得長髮都很好看 我無法無法 我沒有辦法說誰比較好看 長髮都很好看 第二季跟第一季也沒有到隔很久 不就也在隔了兩年多嗎 他第二季太廢了 是太廢嗎 但我覺得倒跟廢不廢沒關係 是 我說 臉 臉部的表情 比較 變得比較 猙獰一點 但我覺得是他的戲劇表現方式 所以我對這方面沒有 沒有什麼評價 我還是很喜歡三騎先生 長髮穿一個指服 木村 蛤我覺得 都很好看 巨屋 對 劇屋的話我覺得還好 就是 我覺得他眉毛太濃 怎麼辦 我自己眉毛也很濃 我今天有把我眉毛修 你們有發現嗎 我覺得他眉毛 不是因為 他頭髮就是 白金色的阿 可是他眉毛就很黑很濃 看起來有點不搭 我自己眉毛濃 然後說別人眉毛濃 還敢說別人濃眉阿 我也是濃眉 耶 沒有 因為你知道藍淺的髮 可是你看 藍淺髮色我就會用懶眉膏阿 但他就沒有用懶眉膏 看起來有點 應該說我喜歡長頭髮的男生 然後比較美型一點 你們自己看三騎嫌三下至久 然後那種橫濒流行 都是有種美男的那種感覺 然後像以前的話 什麼賀君祥阿 鎮元唱都是有種美男型 唐玉哲 就是那種美男的感覺 但他 他不是美男型的 就是你懂嗎 就是長髮還是有分的 好一點 就是他 我為什麼會做 翻口見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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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耳熟的名字喔 翻口見太郎 他在演什麼的 我好像沒怎麼 我好像沒看過他演的戲 反口 但我怎麼看到都是 都是短髮 這個喔 短頭髮 他短髮照比較多 兩金看集怎麼辦 我就不喜歡兩金看集 他就很粗俗 我不喜歡那麼粗俗的人 對 我也不喜歡別人 說話很大聲或是 滿口髒話 就是我不喜歡粗俗的人 就我會覺得 有什麼事情 就是不能好好的 說 有些人其實就是你知道 就喜歡動手動腳或是什麼的 然後 我是說話喜歡就是 大聲大聲大聲就音了這種 就是 我覺得耳朵很痛 人當然可以有情緒 但有些人就是 不知道欸就是情緒控制不好 就很常會 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在大聲什麼 我會覺得很吵 我不喜歡 所以為什麼不能好好講 不喜歡很粗俗的人 兩金看集不迷人 不一定啊 阿良也是有很多粉絲的啊 其實他也是有他可愛的地方 就是 就是可能 想不出來 太久沒看烏龍拍手 反正 他是有可愛的地方的啦 你們說說 你們說說看有沒有阿良的粉絲 說說他可愛的地方 我想不出來 嗯 他個性應該算挺 樸實的嗎 我講不出來嘛 但反正我意思是說 還是有人會喜歡這樣子的角色阿 可能就覺得他講話很直接 還是怎麼樣阿 嗯 腳踏車跑贏法啦 你這太誇張了啦 嗯 很會跟小孩玩 認真起來很會賺 親切 啊對 以警察來說算是蠻親切 對 要相處才知道他 可惜我沒有跟阿良相處過 我不知道他的好 對 那 對我覺得他的親切感 是有些觀眾會喜歡的 所以 只是我個人比較 對 我沒有說討厭 但就是 我小時候也很愛看烏龍派出書阿 如果 主角的個性不夠討喜的話 怎麼 會願意繼續看下去 對吧 對 只是我自己個人 比較喜歡就是你知道 文靜 文 就是我們 讀過書的人 我們要用那種文明的 文明的做法 文明的說話 就是 對啊我真的不太能接受那種 就是滿嘴出口 奶奶有一起看烏龍派出什麼 有啊小時候都會一起看的 喜歡小清新的男生 我現在 我現在就是覺得長頭髮的男生很好看 然後要有一點美男的那種感覺 小清新的男生是什麼 怎樣 溫文儒雅應該是中川 中川很OK阿 就是白馬王子阿 對但是太有錢了 所以我也不喜歡 我有點仇富欸 我覺得我好像有點仇富欸 因為我 我是覺得像我們家這種 隨時會走頭烏路的這種家庭 然後看到那種有錢人就會覺得 不敢接近 對啊 就覺得有錢人好像是不是很 有錢人是不是你知道 看不起我們這些 市井小民 這樣說不敢去握手會了 為什麼 難道你就是那個 中川 難道你是中川 中川是你 謝謝白眼上掌聲鼓勵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遇到的 有錢人並不多 但是看了很多卡通 或是動漫裡面的有錢人 都是你知道 就是有點欠揍欠揍的 我相信現實生活中是有很多 家裡有錢 但是自己是很低調的人 只是我可能沒有認識 對 但中川就太有錢了 我就覺得那種 然後看起來一副就是 所有女生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就是 過帥也不行 我就不喜歡 好煩 我是不是很煩 就是 太帥了 就不行 就是那個帥是要我覺得 帥的帥 但是她是 那種所有女生都覺得她很帥的那種 我就會覺得 就她一定知道自己很帥 就是因為所有全世界人都說她很帥 她一定就知道自己很帥 然後她就會有一種 我很帥那種 優越感 然後我就會覺得 嗯 就是 不喜歡 就是會有一種 莫名自信 就是偶像很好看吧 的那種感覺 會讓我覺得 嗯 帥到分手 好 白鳥 白鳥 白鳥就是裡面的醜角 不是嗎 阿娘曾經也是窮人 阿娘什麼時候有錢過 她一直都是窮人設定 不是嗎 性格帥 倒也不是 反正 反正我毛很多就對了 就是 長頭髮沒男 然後 文靜 然後 然後 不能長太帥 毛一堆 可是世界上沒有這種人吧 馬里愛那種長髮的美男 但是她 她生 怎麼講 她心裡是女啊 她心裡是女啊 美男男又不能太帥 對 然後也不能太美喔 就是美男你 你不能太美 美到那種 欸 女生都覺得天啊 你怎麼長得比女生好看的 這種也不行 就是 就是 好難喔 真的有這種人嗎 可能動漫裡有吧 好不容易 阿倆曾經併吞中川公司成功 但 有錢時會自爆 我怎麼沒印象這一集 剛犯我以為我是有錢 對不起我 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 我只能 我只能 用我的方式 就是 表達對大家的 愛 多發IG的照片 拍拍Cover 什麼的 因為我要錢也沒錢 綜合以上條件感覺 500老師很適合我 孫娜 孫娜 500老師哪有很文靜啊 她明明就很台 道明師 道明師 道明師就眉毛太濃啊 讓我說幾次 我就 我已經眉毛很濃了 我就不喜歡 眉毛太濃 道明師眉毛很濃 道明師超濃的好不好 你們講誰不好講了一個 同類護士 對啊 我們就是那種磁鐵 你知道 同級相斥啊 花哲類 花哲類很OK 花哲類是長髮美男啊 對 仔仔 花哲類 我是喜歡這種 憂鬱小聲 欸 花哲類很 很OK耶 欸 以後人家問我喜歡什麼 型的 我就說 像花哲類那一種 那種 那種 就是花哲類那一種 對啦 花哲類很OK耶 有種憂鬱小聲的感覺 好棒 什麼 我很憂鬱啊 月底沒錢 我以為奶奶要講什麼重要的話 結果他只是要說他月底沒錢 請不用 蜘蛛奶奶 不用理會看 謝謝小熊的啾啾鳥 喜歡帶憂鬱厭視感的 但是也不能夠太憂鬱 好煩喔 不是 就是 怎麼說 太憂鬱的話咧 會影響到我的心情 就是你可以憂鬱 但你不可以 太憂鬱 唯憂鬱 就是你可以像我一樣 就是 不是 你可以像我一樣就是 有時候可能 下雨天 然後一個人騎著腳踏車手 然後就這樣看著雨 然後聽著 那個車子 車水馬龍的聲音 然後就突然 覺得好感傷 突然有點感動 有點 有點想哭的感覺 我有時候會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 為憂鬱 但你不可以 always 憂鬱 你這樣會影響到我 都我在說 這有很難嗎 花澤淚還好吧 花澤淚其實 有這樣很憂鬱嗎 也還好吧 Mina不是為憂鬱 是很憂鬱 沒有我最近有比較好了吧 我最近真的有比較好 我前陣子比較不好 我最近好很多了 我毛很多 因為我是餐屬 毛都會正常 但是我毛確實也蠻多 像我頭髮 頭毛啊 眉毛啊 那個 手毛 腳毛 臂毛 都 你想得到的毛都 很多 我就是 遺傳到我爸 睫毛 嘴睫毛 你翹吧 來 鼻毛 我不知道 我鼻毛多不多啦 不要看我 害羞 終極一版 我沒有看 我不知道 可以在陽台抽棒棒糖嗎 好中二喔 國中政府就很喜歡 咬著一個棒棒糖 然後站在校門口前 然後還要站那種 三七步 然後這樣 然後再醜眼 然後結果 只是棒棒糖 國中生最喜歡幹這種事 小學生其實也有啦 直播露出鼻毛 我也好心提醒 好要提醒我 限時中為憂鬱的人 有辦法跟他相處嗎 我覺得也不能說個性憂鬱 我覺得可能是 長相憂鬱嗎 長相 花哲類 那時候是仔仔演的花哲類 他看起來就是 你好像很少看到他笑 但是其實他 人蠻好的 所以可能那個優雅 看起來優雅 但其實個性不是優雅 可能只是 內向跟熟的人才 比較 比較 會講話吧 反正我好喜歡仔仔那時候演的花哲類 對 就 很好看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那種很容易憂鬱的人 我希望 就是 身邊的人 可以 支持我的力量 然後 他不是小力尋 我記得小力尋 好像也蠻帥的 對不對 我記得我之前有查過 當然我好像沒怎麼看過他演戲 喔對 小力尋就是熟奶奶 小力尋好看 貧窮貴公子 我沒有看過 因為我其實小時候沒有特別喜歡仔仔 我小時候好像還好 應該說 流星花園是 是我近幾年 才 再去 我不記得我小時候有沒有 他可能有 但我沒印象 然後我是近幾年 我記得那時候 我忘記是TPE的時候 還是TP的時候 然後我們那時候 有一個 是有一個 課還是什麼 然後裡面就是有一段是 要 戲劇表現 然後裡面就放了一段那個 就是 流星花園裡面的台詞 就是山菜的 對話 反正我忘記那時候為什麼會 是一個 是一個什麼課我也不記得 曾經有 我忘記是TP的時候還是TP了 反正 曾經有過 然後我那時候因為我不太 就是 他就是一段劇本 的台詞 但是我不懂為什麼他要拿什麼 他 好像那時候山菜有送 有送一個什麼禮物給 給 我忘記是給花澤淚還是給那個男主角了 然後反正就是有那一段 然後因為我不瞭解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補看了 流星花園 但因為我小時候看了也沒印象 然後又那時候補看 然後那時候就突然覺得 欸花澤淚也太好看了吧 就是 小時候的我不懂的 就是我是長大之後才覺得 男生長頭髮很好看 所以反正我是補檔 的時候才覺得 欸花澤淚很好看耶 這樣子 但我真的忘記 那時候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但因為那時候上這個課的時候 也還不能講 所以我沒跟你們講過 對 還是 還是 還是是評比有這個 什麼的評比 有這一段嗎 我真的 我忘記那時候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我記性好差喔 看過台版沒看過日版 對 我沒看過日版 小時候喜歡SH 對啊 我小時候對男的沒興趣 我小時候就喜歡美少女 對 對 日版蠻好看的 但 不知道耶 但流星花園也是一個 講戀愛的東西 我覺得 現在的我不會很想看 我長大之後真的變很多 小時候其實我是喜歡看這種 啊 好浪漫 少女星 但是就 我剛講可能就沒比大學之後 就覺得 很無聊 因為都差不多 看 看得太多了 看破 人生的這種感覺 對 所以 長大之後就對這種題材還好 確定現在可以講了嗎 現在為什麼不能講 這已經過了那麼久了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了 對 所以 流星花園好 我是覺得好看啦 但 現在的話 可能不一定 就是看多了 就覺得 可能不那麼有趣了 現在寶座緣分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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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差不多要關播了 已經 播了兩個小時了 七成韓劇都不能看 對啊 所以我不太看韓劇 好難 今天直播差不多要在這邊 我來念一下今天的排名 喔明天還要補班喔 喔 奶奶你明天要補班喔 哇 好辛苦 欸 喔對本場吧 今天的第13名是 博承 謝謝博承 12名是中影 謝謝中影 第11名是 Cooper 謝謝 第10名是 德瑞克 謝謝德瑞克 第9名是太空 謝謝太空 第8名是 震源 謝謝震源 第6名是夏... 第7名是 黑流星 抱歉肉了 謝謝黑流星 第6名是夏娥 謝謝夏娥 第5名是菲菲 謝謝菲菲 第4名是Akia 第三名是小拐麵線 謝謝小拐麵線 第6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第1名是土司吉 謝謝土司吉 好啦時候也不早了 大家早點休息吧 大家晚安囉 掰掰 晚安 請忍 One 請問我 請問我 也請問我 很近 請問我 請問我 請問我